好,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故事? 嗯,主要我能念你 露西亚呢,她超爱星期五的 为什么呢? 看起来开心吗? 嗯,走路好像都快要飞起来一样 对不对? 因为呢,来玩吧 俱乐部的聚会时间就是在 星期五 而且露西亚呢,同学也是这个俱乐部的创办人和会长 怎么那么厉害 不过呢,这个星期五情况有些不寻常哦 哪里不寻常? 俱乐部外面巨人插着一个告示牌 插着一块告示牌 上面就写,尽力就好 还有写什么? 享受游戏过程等游戏结束后 你需要他握个手吧 嗯?真好笑 我又没有同一帮这块板子 她看起来表情有点疑惑 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生气耶 其实呢,露西亚呢 她几乎什么都会 真的,她聪明又厉害 但是很可惜的是 她玩游戏的时候 没有运动家的风度 没有运动家的风度哦 比如说呢,跟她玩游戏的时候 结果呢? 退到桌椅 可能她输了,她就生气 她就把桌子打翻 她输牌了对不对? 结果呢? 就哭哭啊 或者是对着人家生气 看吧! 要是露西亚输了游戏 她就会开始 闹脾气 可是当她赢了 她就会开始 哈哈,你输了 然后嘲笑人家 不然就在那边 耶,我赢了 跟她的奖杯拍照 要不然就大声的说 我是冠军 用感觉好不好 那人家感觉很差耶 像露西亚这样没有运动家精神的人呢 当然会对这块告示牌 感到非常的不满 很生气 她直接就把牌子拔起来耶 然后生气的走进俱乐部 把这块牌子插在外面 生气的问 那俱乐部里面呢 一片安静 实际上呢 告示牌是大家一起做的 那因为露西亚一直在破坏玩游戏的乐趣 但是大家敢不敢说话 大家都很怕她 都不敢跟她说真话 然后露西亚就说啦 如果有人对我们的俱乐部感到不满 那么就请离开 如果没有人不满 那我们就继续玩游戏 结果呢 大家又继续玩了几场游戏 但是没有人觉得好玩 连露西亚也是喔 她也觉得 嗯 就是有点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呢 又到了星期五 露西亚带了一款新游戏来到了俱乐部 发现里面居然没有人耶 诶 大家去哪里了呢 我看我还是回家找爷爷玩这款游戏好了 她就开始见智子 没有人跟她玩 那对呀 没有办了 那露西亚的爷爷当然很开心的跟露西亚一起玩啊 不过事情跟露西亚想像的不太一样 爷爷赢了第一场游戏 爷爷开心的手舞足道 不断的炫耀 有点像谁 露西亚 有点像露西亚在跟朋友玩的时候 她赢的时候是不是会炫耀 嗯 那爷爷说什么 爷爷我赢了 厉害吧 结果第二场游戏又谁赢了 爷爷又赢了 爷爷又赢了 然后爷爷边唱边跳说 我是冠军 我是冠军 然后露西亚就开始抱怨了 哎呀 让人家觉得很讨厌耶 结果呢 露西亚赢了第三场游戏哦 终于她赢了耶 结果呢 没想到爷爷很没有运动家风度 她跟露西亚说什么 你作弊不公平 嗯 露西亚当然一脸疑惑 她说我没有 我光明更大的赢了耶 爷爷你要有运动家的风度啦 那爷爷就故意问她咯 嗯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 露西亚就突然叮 她很聪明 她就突然明白了 哦 应该要怎么样呢 露西亚就好 想说游戏的过程 等游戏结束 回家和木克手办 没错 然后爷爷就说啦 哦 听起来很难做到耶 但是我会试看一看哦 好了好了 去睡觉吧 你爸爸在楼上等你呢 看起来爷爷是不是教他 什么叫做运动家精神 对对 下准备睡觉前 他告诉爸爸和爷爷一起玩游戏的事情 露西亚就抱怨啦 爷爷真的很没有礼貌耶 别人的感受就是你现在的感受 诶可以这么说哦 别人当时的感受就是你现在的感受 他的爷爷让他亲身经历了 是不是 爷爷玩游戏时的表现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没有运动家风度 然后呢 露西亚就回答啦 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但是别担心 我有跟爷爷说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哦 自己没有做到 但是他教爷爷这么做 爸爸就问他说 那你跟爷爷说了什么呢 我跟爷爷说 精力就好 享受游戏过程 等游戏结束后 微笑和握个手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耶 然后我爸爸就紧紧的抱住 露西亚就说 我的乖娘啊 你做的真棒 隔天呢 露西亚在俱乐部 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她就说 我有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哦 之前跟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我没有运动家的风度 真的很抱歉 哇 俱乐部里面一片安静耶 但是几秒之后 掌声响起了 掌声响起 接着大家的 玩游戏 哇 大家就很开心啊 露西亚的朋友就原谅他咯 而且等不及想要玩新游戏 哦 所以他们真的有做一个海报 对不对 就是他们刚刚讲的内容 那从今以后 每次的聚会 都要抱持着这样子的 运动家精神咯 大家都笑眯眯的对不对 好 那这本故事说 你觉得怎么样 要运动家精神 对 那你跟同学玩的时候 或是你跟朋友玩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同学赢了 还是他输了 他赢了 他赢了 结果他在那边 炫耀 还有吗 那有没有同学 他明明输了比赛 然后他还在那边 不算数 不算数 也有啊 是以老师为准 你裁判为准 你裁判为准 对不对 可能会有裁判 好啦所以 不管是比赛 或者是玩游戏 都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咯 赢了那就保持微笑 那如果输了 也不用气 就是当做游戏 享受过程 开开心心 这样子就好了 要吵架 对不对 OK 那我们故事 就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大家 期待见